欢迎回到现场 那么接下来的单元 我们今天很重要的贵宾 他已经环游全世界回来了 我们杨应超 老朋友杨应超 他在这次CS展全程来做采访 那么以他的观察 我想对台湾未来的IT产业 在2014年 我们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我相信今天他用他的第一手的观点 第一手的参访 那么来告诉大家 他在这一次从CS展当中 所看到的2014年的 全球科技产业的未来 那么到底这个趋势往哪里走 应超雄好 市长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我们就从这里开始 我们来看一下你在这一次 从拉斯维加的这个 全球消费性电子展 我想这段时间 我们也透过电话跟你做了连线 好不容易回台湾 我们今天就请你到我们现场来 实地沙盘推演一下 你在CS展当中 现场你看到有哪些 值得大家来重视 然后跟大家分享的 好 谢谢社长 我觉得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的话是我们台湾之光华硕 就是产品的 现在产品不把它做得越好越便宜 华硕在礼拜一 CS那礼拜开了一个记者会 然后推出他的四吋的四卫星手机 99块美金 非常低价 对 然后不要合同的 他出来的时候大家就惊叫起来了 我很少看到大家吓到 就非常非常impressed 然后他那个记者会很明显 华硕董事长 是通常先生 他排练过很多次 对 他的讲话 声音高低 手势 真的他们花了很多功夫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台湾之光 非常好 就是低价化的产品 不是白牌了 是品牌低价化 而且是PC公司打手机 他们跟我讲就是因为说 Intel也知道PC的问题 所以Intel他也急得要做手机的晶片 他以前打不过Qualcomm NVIDIA或台湾联发科 所以Intel也急了 所以Intel低价卖个华硕晶片 两家合作 所以今年可能很有看头 第一个 就是现任产品低价 手机低价化 对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就是产品成熟化 就是所谓穿戴式 像我自己就有一个穿戴式东西 穿戴式去年是新的东西 今年是开始已经成熟了 成熟的话就是开始在卖 然后越来越有用 这个已经好几代了 这个的话就像手机五六年前一样 就是说越做越好 然后新东西一出来大家就会买 像PC像智能型手机已经饱和了 再怎么新其实都差不多 这个的话进步蛮多了 这个功能你介绍一下 好 这个是Nike的Fuel 那这个的话 第一个的话 它可以看我走几步路 对 走几步路 还有那种时间 手表 然后的话这个它的Fuel 是它自己的计分 计分就是看我每天跑多少分 就是它自己有计分法 然后这个是卡路里 对 就这四个 这个的话就比较简单一点 你可能知道 其实大家都建议说每天要走一万步 所以这个的话其实就是 就简单的 简单的计步机 另外一种大概就是穿戴式 你可以戴着晚上 你早上起来的时候 大概可以插到你的手机上 可以你读出晚上你到底睡 睡眠时间多长 熟睡时间多长 你讲的对 你讲的对 那个叫Fibbit 我就想买这个 我现在买这个后悔了 所以这就换机槽了 因为作业好 你讲的非常好 有睡觉的 你刚刚讲那个睡觉东西 还可以测量爬步的 跑步东西 对 下午上天很喜欢跑山 就可以查过你的高度 高度 对 海拔多少 对 海拔多少 然后的话现在更好 可以量血压 对 可以量心跳 可以量血液的氧气 对 所以真的越做越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趋势 只是比较不幸的话 现在的话 大部分是美国公司在做 对 台湾公司的话可能下半年或明年 量大了之后代工有小机会 现在你手上有两个东西 一个手表 一个就穿戴式 对 如果有一个人能够把手表 跟穿戴式的这个装置 有 全部连结 对 这个威力会有多大 非常大 而且已经出来了 对 你知道三星的Galaxy Gear 确认出来 当然他们自己也承认是 它一开始不好 对 它也承认是刚开始 CES的话就很多很好的东西 像LG 像Sony 像Casio就出来了 就手表东西除了刚功能之外 还可以当然跟手机可以连结 可以照相 然后的话 其实这个东西是不能量心跳的 对 所以它做一个手表 有个耳机 耳机来量心跳 因为耳朵可以有心跳 所以您讲得非常好 就是合起来之后 现在台湾很多 原来做那个GPS 对 做这个车用导航 我看现在不行了 没错 现在一定要在这里面 要找到位置 如果没有大概就完蛋了 没错 没错 而且这个做得很轻 我根本就感觉不到 我在戴这个东西 那穿戴式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主流 眼镜的话 其实还是不行 那个Google眼镜 我总感觉 我们看东西 是上往下看 你说从下往上看 抬头这样 怪怪的 怪怪的 这个现在这个习惯 我觉得很难改 还不行 不容易 没错 所以那个眼镜 我觉得可能还要 一段满长的时间 同意 所以这个就大概就是 穿戴式装置 已经应用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这个穿戴式我觉得 它在未来最实际应用是 在健康管理 也就是说你的身体各种元素 里面帮你做一个体检的 每天测量 包括搞不好肝功能指数什么 如果能够透过这个 现在GPS导航听说可以把 内上所有的这个元素 都可以照出来 如果到这样我想它威力会很大 你想想看如果测量血压 一高的话警告你那多好吗 所以您讲的完全同意 下一个大概就是穿戴式以外 一个手机的低价化 一个穿戴式 这一次我也注意到像Google 它去结盟四家汽车厂 去做一个汽车联盟 我觉得未来一个变化里面 还有一个大概就是说 汽车过去是汽车电子化 那未来我想汽车云端化 也就是说将来那个仪表板 很可能是会展现 非常多的这个资料在里面 那云端可能建置在汽车里头 未来的汽车也可能会出现 极大变化 你的看法 完全同意 CES的话其实大家不知道 其实三分之一是汽车 它的CES有三个 就是北 中跟南 三大场地 北 全是汽车 所以您讲的都完全同意 汽车就一个小电脑在里面 那其实Google 其实Google现在做比Apple要好 它把整个放在汽车里 Run Android 整个进行之后的话 全部都是连 所以我一到车子里的话 我手机跟车就连在一起了 全部都连 对 所以它一定会走这个方向 所以它这一次Google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你刚才讲 我们过去把焦点放在Apple 但是现在 如果以今年CES展来讲 大方一才应该是Google 没错 包括它这一次的汽车联盟 还有我注意到 它去并了用三双亿美金 NAS的 这个鸟超实验室 原作上它是一个 未来这物联网的进阶当中 很重要的一个组合 所以这个代表下一个物联网 是不是从这边开始政治起跑 对 而且Google 您知道它有在试验无人飞机 这飞东西还可以运东西 所以我觉得 这有点像80年代的时候 Apple刚开始很好 不过它是封闭式的 后来IBM是开放式 就把它打一塌糊涂 像Google就以前的IBM 开放式 什么都有 所以Apple 苹果真的有一点危险 就是都是封闭式 怕封闭式 对 而且苹果就是 假不过走了之后 真的就不太一样了 好 你先让苹果 预测一下 苹果下个礼拜要发布季报 你的看法呢 我们觉得它第四季 季报应该会不错 因为5S真的卖得不错 当然你也知道 12月中国移动了千何月 5S好像5560几万只 这不得了 不错 5S卖得不错 不过我们觉得它第一季 就三月那个季度 可能现在有点高 就是分析之绪有点高 对 所以它的guidance 可能会比较失望一点点 是 不过苹果今年 重头戏是下半年 对 就是iPhone 6 对 iPhone 6我们今年就写报告了 两个尺寸 4.7跟5.5寸 苹果终于觉醒了 要放大 终于 终于觉醒了 这两个我们就会卖得非常好 现在如果苹果觉醒 回头看一下 我是觉得这个在手机的部分 现在看起来比较值得注意 就是一个我们回来看一下三星 好不好 是 如果讲最近最长时间 三星好像有点倒霉 你看到它的营业利益的 第四季是8点 这个8.3兆了 对 那它在第三季是10.2兆 对 这一下就差很大 股价当然变化就大了 所以三星的股价是跌得蛮多的 那这一次 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在CS展当中 三星要去秀那个曲面电视 是KOK的这个 结果我看那个Michael Bay一下掉头就走了 留下大家很多的惊讶 那这个就好像有点出师不利 那你讲的那个Gear开始也不是很好 所以三星受到韩元的升值的影响蛮大的 没错 所以未来的调整来讲 比如说包括手机的部分 三星其实大陆那个追兵也是蛮厉害的 这个在手机的部分 你看到大陆的手机的出货量 华为联想中心小米酷派 其实都追上来了 这个追上来之后 三星过去在手机 这无往不利的一个独大的局面 对 看起来它会受到很大的威胁 所以三星的定位 在未来这一年三星的挑战 你怎么看 我觉得挑战蛮大 我觉得您讲的真的太对了 第一个的话就是大尺寸手机 大尺寸三星这两年 基本上它是独占的 苹果出来的话我觉得三星 因为三星打高阶的 您刚才这个都是低阶的 所以低阶我刚才讲说华硕真的要打低阶的 高阶的话三星打不过苹果 苹果大就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您刚才讲电视机 我本来讲第三个奇事 就是弯曲电视 弯曲电视的话只是一个概念东西 其实没有人会买 就好玩很大 可好玩你按个按钮要变弯 不过这种没有人会买而且太贵 所以三星这种东西就是可能重看不重用 所以这个可能 就取高和寡 就是说它看起来很陷 但是可能商机没有 没错就跟去年一样 去年三星就是比大 什么100寸 OLED 电视 就是好玩 谁家会放100寸的电视 所以就是会有点危险 好 在2013年当中 我觉得很少人注意到Sony 对 Sony在2013年的 到2014年的会计年度 三月的会计年度 就日本的会计年度到三月 三月底 它大概会到4200万支 你原来2600 4000澳 它说到下一个2014到2015的三月的新的会计年度 Sony要8000万支 这个改变就变成说过去这十几年Sony是被Samsung压着打 打它落花流水 2000年的时候Sony的数值大概是三星的十几倍 到了这两年Sony变成三星的十几分之一 这个很惨 这变化是非常大 但现在Sony看一下 好像有点要追上 要力少前迟的这样一个架势 所以我们怎么看Sony 然后我们先谈Sony之后 再回来看大陆的这些智慧型手机场 这个就是科技股好玩的地方 科技公司的话 就是你要一个好产品就可以一炮二红 苹果也是 你记得以前Motorola Razer 电话一出来就一炮二红 Sony就是Xperia做得非常好 那个还防水 防水手机它第一个 还有那个2000万画素外挂相机 没错 所以高端的话其实就是你刚讲三星 就是三星没什么新产品 Sony就有 所以这个的话是变得很快 就像之前Nokia就不见了 Blackberry 就是这种东西其实变得很快 所以你想Sony的话 就最近的话它比较 就专重在高阶手机而做得很好 那就看这个可以多久 我又突然想到LG 已经叫巧克力 巧克力 对 就是好东西那就会买 所以Sony的话 就一直推好产品的话 我觉得它现在 momentum是蛮大的 LG现在已经被华为联想追过来了 不行 对 就产品 其实很简单就看产品 LG这几年没什么特别好的产品 大陆这几家你看怎么看 是 您这个刚好想下一个趋势 就是CES CES好多大陆公司 我看了都觉得有点 就是十年前都台湾公司 现在都是大陆公司 就是手机的话 他们都起来了 都起来了 华为在 联想在 中兴在 然后电视 那个SkyWars TCL HISENSE 海信 通来的 对 就都来了 那个藏宏 尤其是 还有 还有 而且您知道 还有很厉害 还有股价是两块多 涨到的是四块 是啊 不得了 他们国际化很成功 而且他们价钱又低 还在卖家电 做得比韩国好又便宜 那那个海信 海信的话 它是把微软场地抢下来 你知道以前 CES就是微软跟Intel 对 微软一推入 海信就扎钱就抢下来 所以大陆公司 不管是电视 家电或手机 大陆公司在CES越来越多 他们很明显的 就是大陆市场已经稳了 去海外市场 那手机的话 就是还是大陆市场为主 因为手机的话 大陆是最大的 全球最大的手机市场 然后很多低价的 由于今年 是4G的元年 就大家都卡位 做那什么TD的手机 所以这几家 我觉得它今年还会非常好 那所以我刚讲到说 华硕有机会 因为华硕现在手机 比小米还要便宜了 有机会一拼 不过大陆还是要很多 要通路 要跟电信商 运营商要合作 还有一些品牌 所以的话 我觉得很难跟他们比 他们真的是占了 那个Home Fuel Advantage 现在它数场大 连这个行销的手段 我看都灵活 你看那个雷军 小米这个卖华 每一次他就说 我20万只 60秒 卖光光 他竟然搞这个削头 所以这个 慢慢这样弄的话 我想大陆慢慢在这一块 看起来 它持续的成长力道 仍然是存在 存在 而且我觉得大陆公司 现在变得很聪明了 10年前你可以说 什么都不懂 它就乱花钱乱打 像你看最好的例子就是 苹果跟中国移动 中国移动的话 它本来9月要公布的 那中国移动就很硬 对 它就是不给你降价补贴 拖到12月 苹果还就是被屈服了 所以我觉得中国现在 除了市场大之外 他们公司变得比较 sophisticated 比较知道怎么样去 您做 雷军做marketing 做市场 做谈判 像联想跟IBM 非常灵活 非常灵活 所以现在他们真的是 我们要很多学习的地方 你讲到联想 现在回头看在这一次的 从IBM看起好了 因为联想在礼拜四停牌 主要关键是 大概是联想要买IBM伺服器的部门 没错 伺服器现在如果说以IBM来讲 它是营收连续7G都下跌 这个下跌之后 它最近的股价情况也不佳 所以这个股价是大跌的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就是2004年 联想有今天 它是买下了IBM的个人电脑 买个人电脑之后 它一路就做到今天 它终于变成全球最大的PC大厂 这个PC大厂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排名当中 联想现在已经排名第一 那么这样的一个演变 在PC的销售 HP变第二 第二变第三 HP排到后面去了 这个演变来讲 我们先从联想的转折开始 联想在过去十年 我想它的成长是快的 当联想起来之后 台湾的很多的PC 包括像人保 跟它成立联保做代工 现在我看也是查不忍睹 它起来 但台湾很多的PC厂都下去了 第一个我们先来看看 IBM这次如果把伺服器的部门 卖给联想 那这个未来对整个联想的发展 或是在整个营端的产业会造成什么影响 绝对是加分的 对 也很巧我之前是做工程师的 所以我第一个工程师在IBM的PC IBM Server 我在IBM的Mainfriend都做过 所以我还蛮熟的 几个原因 第一个的话就是说 IBM的话它现在的 您刚刚讲的那个所谓 低阶伺服器 它毛利是二十几% 它的OP margin是差不多八九% 对IBM来讲 这个是dilution 就稀释它的 所以IBM要卖掉 因为这个对IBM 它要服务 联想的话 它的毛利 差不多十几%而已 然后它的OP margin 才两三% 对联想来讲 基本几乎是一倍 所以联想买下的话 对它的毛利利润绝对是好 第一个是好处 第二个的话就是 联想那时候买IBM PC的公司的生意的时候 它主要在美国欧洲 是企业型的客户 企业型客户的话 除P之外 下一步就是server 跟storage储存器 这是一条线的 所以这个的话 对它现在的客户 基本上是现有的客户 就卖进去了 所以这个的话 生意也很好 另外的话就是国家安全 你知道在美国NSA 什么那个间谍 这种东西 所以IBM很多生意不好 HP也不好 就是他们东西卖不进大陆了 大陆不会买美国的伺服器了 那联想水到渠成 所以这个谈下来 其实这个的话 也是刚才讲说 苹果跟中国移动一个例子 其实这个东西 谈了六个七个月了 价钱谈不拢 所以联想跟中国移动 他们就是很聪明 然后就是数字很硬 价钱很硬 他们知道这个价钱是多少 他不会乱付钱 而且只有他买才有效 别人买都没有用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他当然很硬 因为这个伺服器如果卖给联想 它整个后面涵盖了中国市场那么大 这个时候当那个价值就不一样了 但是如果你今天卖给ASER 我看在台湾你很难 对不对 这差别是在这里 你讲得对 因为那时候好像IBM开价是4.7个Billion 47亿 联想它评估只有20几亿 所以他们 我觉得中国现在的公司就是他们真的知道 精打细算 对 而且真的很危险 不会乱花钱 另外的话就是气度 你刚刚讲到鸿基或华硕 其实2004 05年那时候 IBM也有跟台湾谈过 台湾公司 我不知道细节 就是有点可惜 联想大部分他们就是很赶 他们刚买两年也是很辛苦 也是赔钱 他们真的赶就赌下去了 当然赌对了 所以台湾公司真的有时候就希望 但是会有风险 不过有的时候真的是要冒连险 台湾现在最大关键就是我们打品牌 因为我们资本市场提供的养分不够大 比方说全世界在打品牌的大厂 是 三宋现在1700亿美金的Market Value 对 那你说今天的这个Google 它打到这里为止 它已经快4千亿了 那Apple快5千亿 大家玩的战争都很大 但我们现在像ASO这样 红旗现在市值连20亿美金都没有 你20亿美金都没有 像宏达电HTC 30亿对不对 30亿美元要去打国际赛 门票都没有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当然你就难了 所以我想这个我经常跟很多老板讲 我说你一定要注意你公司的PE PE如果一直很低 代表人家看不起你 像华硕有这个问题 华硕如果他的PE都10倍以下 代表人家对他的未来没希望 所以想办法要把PE要拉高 再过来你的市值要变大 像现在的鸿海 鸿海如果他的PE10倍 那他的市值始终就在300亿美金左右 他就很难跟国际大厂去批敌 你现在碰到三星 我1700亿 那你300亿 你打你一定输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说 台湾的这个产业当中 我觉得我们一方面 我们本市场太小 但是关键还是我们那个 你讲那个企图心 我们实在不够 那这张图当中在过去来讲 PC是原来台湾的强项 我们ASO曾经在前面 华州也在前面 现在往后退 这一退退到后面去了 那联想跑到第一 那中间是美国这两家 那AZO上他们已经在转型 Dale要下市重新包装 看起来他一定会在 那个资讯服务上去加码 但是惠普其实他也是在做转变 那这个就是说 当PC联想独大以后 大家都慢慢在转变 台湾其实我们除了华硕看到 它很积极在改变之外 ASO现在的调整还不知道 所以从这个排行榜当中 我们看到哪些端倪 我觉得这个就是 第一个你讲的气图性 我觉得讲得非常好 就是你看美国大公司 真的很多要是靠购币去变大 你讲Google是一个 那苹果很多我们都看不到 Google不太病 对 不太病 HP他把EDS买下来 做软体线我在EDS说 Dale他把PeroSystem也是做软体线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靠购币 因为这样太慢了 那台湾就很可惜 没有购币这个不敢讲气图性 或怎么样子 而且台湾很多公司应该合并 对 问题就是台湾公司 它里面 小小了 对 也不想 也想当老板不合并 所以小小就很难到国际上 跟人家拼嘛 对 对 代工厂也是 像那个人包管 那些代工厂 都很好的公司 问题是说 如果你合并起来的话 你就有可以溢价的空间嘛 不合并大家杀来杀去 对 所以我觉得真的要想办法 就是第一个 我觉得要变大 第二个企图性 就是想办法 就是发展大一点 就是可能要冒点风险 那另外的话 我觉得可能是要多花点钱 就讲到人才的问题了 上次也跟您报告过 就是大陆挖人才挖得很凶 很凶 他们都来台湾 我们开玩笑 一样的数字 用人民币换台币嘛 很多我去大陆都是台湾人 包括分析师 我记得一下大陆证券 台湾分析师在那里 其实我最近看那个 也是张忠谋先生讲的 他讲说我念一下 人才要开放 资金要开放 技术要开放 连制度都要开放 邓小平讲的 他说台湾这个都没有 台湾是政治开放 所以他讲我觉得也很有感觉 就是其实念照我们做 不管是股票什么东西 就是越看完越好 制度 人才 技术 这些东西的话 这十年来比较少一点 我想我们从PC一路看下来之后 现在我们大概可以看到 在PC以外 在这几年还有一个平板 平板去年大概 两亿五千万支 两亿五千万 2014年大概会3.15 所以那个成长蛮大的 所以现在iPad在过去这段时间 不断的蜕变 iPad Air iPad mini 不断的变 变到这里为止 过去来讲它可以占七八成 但是现在大概它有40%就不错了 平板市场在这一块版图的变化 你怎么观察 我觉得平板比较难一点 因为手机还是量大 而且赚钱多 平板的话只有苹果赚钱 你刚刚讲苹果它虽然市场占有力 从70%掉到40% 都是被所谓低阶平板抢走了 大陆你可以买到99块的平板 或现在连华硕 Acer都99块 所以平板的话可能量会 非苹果会比较多 不过赚钱真的很难赚 那今年的话平板 Apple会出个12.9寸的平板 所以它也大出来 其实Apple就开始超三星 什么尺寸都有 所以平板的话我感觉就是说 量会成长也是有一席之地 不过能够赚钱非常难 就是说大家一定要做 那不做不行 只是说真的赚钱的话 还是Notebook 还是智慧型手机 平板只是在那里赚钱 就辽背一格 对 好 电视的部分 电视我觉得就更辛苦了 电视七年 郭董现在花很多力气 在打那个大电视 大电视就是量可能会有 要赚钱是很难的事情 很难的事情 你看三星其实就是一个 三星现在在电视 我看限得很深 对 所以这个也是影响它的绩效 对 所以大家在猜 所谓的Apple TV 我觉得苹果做电视机会很小 小之又小 那个电视太难赚钱了 Apple做iWatch还有可能 因为毛利高 电视是很难赚钱的东西 而且就是有点像一些D-RAM 就是功过于求 对 所以那郭董有可能 因为他量大可能低价 可能可以小赚一点 不过电视今天我觉得很辛苦了 我看这个在这样一个打法 越来越失利 另外一个大概就是 现在大家比较关注 像Intel的改变 对不对 Intel以前完全不在 这个装置 移动装置 或是在手机 它有什么样 但这一次它已经 Edison杀出来了 所以这个CEO 换人以后 虽然它也力求改变 那Intel有没有办法 在这一轮的战局当中 卡到位置 我觉得换人真的是有希望 不敢说一定成功一定有希望 像我打个例子 比方来讲 以前我在IBM服务 1993年是IBM最低的时候 他那时候不是找个新的CEO来吗 叫Lew Gershner Jr. 是从RJR Nabisco 卖香烟 卖饼干的来搞PC 就是你要新的头脑 那个宏基的四重线长讲 要换头脑 我觉得换人外面来的 所以我觉得Intel是有机会 就他一进来就知道说 那个Mobile移动是很大的东西 因为你不换头脑的话 就是他们习惯做PC 所以很难叫Nokia 很难叫微软或Intel转型 因为他们习惯就做这个东西 一定要先脑袋 所以刚刚之前提到就是说 Intel跟Asus台华硕 合作做低价新墙市场 所以是很有机会 这个是一个观察的点 对 那你现在看到在手机的部分 Nokia现在卖给了微软以后 到底它能够 Lumia有没有办法重新再生 还有一个黑莓机 现在找了程先生去当CEO 那有没有办法 这个嫌疑翻身 这个另外一个焦点 这也是换人 有没有办法 Nokia的话 你也知道微软现在在 直接找新的CEO 所以讲换脑袋的事情 就看他找谁 所以找个新人 我觉得还是有可能 就之前我们聊到Sony三星 科技行业好玩就是说 有好的产品就可以嫌疑翻身 都发生过 不好的话就没了 所以我是有希望 就看他谁新的CEO 谁做他的产品 因为有人在讲说 Lumia以后可能会搞Google 不一定是要Windows Phone 都有可能 那你讲Blackberry是一样的状况 那个你刚刚讲的 那个华人那个程先生 对 他是有名的Turn Around 他以前在那个Sibase 就是他是专门Turn Around 所以我觉得有机会 他股价已经涨一倍了 他去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就是 要看他怎么新的产品 然后怎么样把公司 我觉得公司都是有希望 就是像贾博士 苹果都救了回来 就是对的人 对的产品 现在你讲对的人当中 Apple最近去年他找了一个 Murberry CEO Angela Arandos 那个女士 原来做精品的 现在他到Apple去当副总裁 这样的也就是说 原来他卖精品 卖到这里来 他到了Apple之后 是不是要把 Apple的产品转换成精品 这个路将来会什么样的改变 我觉得很明显 Apple他一定要高毛利 你看iPhone 5C就知道 对 他很明显的策略是高毛利 所以Burberry这位女士 我觉得也是对的 所以他一定要把Apple Store 搞得很高端 我觉得是很有机会 不过这个东西 真的要看一段时间才知道 因为每家公司的文化 水土不服不一样 你记不记得以前Apple 一个很成功做Retail的 到JC Penney 去当什么执行长 然后几个月就垮了 因为每个公司 其实都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她这个 Burberry这个女生 她是有希望 不过现在还太早 还看不出来 一年一两年时间 看她 我觉得方向是对的 一定要走高端 精品是一定要对的 好 现在另外一个话题 大概就是在西月实展当中 这个物联网以后 所串联出来的 包括在未来的电子 电子商务已经不得了的 蓬勃发展 它一直连到物流 所以这个对整个 未来的科技业的发展来讲 这个改变商机 到底往哪里走 商机的话 我们的硬体是最差的 所以我都想转行了 硬体做的就这样子 要靠后面的 像大陆腾讯 账地塔糊涂 那个PayPal 那个电子付费 你讲电子付费 我们台湾很多法律都没过 就是法律 松绑很细的 很小了 对 所以以后都要靠后面的东西 不管是互联网 不管是APP 应用软体 不管电子付费 或者是Amazon之前提到 无人飞机运动东西 都是后面在跑 所以我以后商机的话 就看后面怎么样去运用 你知道美国很多公司 就所谓的软体 还不赚钱 它就已经很高了 像类似的是这样 对啊 都不赚钱 三十二亿美金 三十二亿美金 可以买两家AZER 是啊 对啊 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台湾还是有机会 就是可能我们要转到软体 转到益用的话 大陆那么大的市场 我最近碰到很多老板 他们想这个方向 就是什么电子商务 像台湾油游卡 这类东西 我觉得还是有希望 好 我们谈到这里 回来看看台湾的电子产业 我们已经看外搭很久了 是 现在经过这个调整 有没有秀到一些好的新的东西出来 我觉得今年会比去年好 对 第一年的话就是说 因为今年大概 季期很低 季期低 季期也低 对 有点像好像去年十二月 今年一月 股市开始动 因为觉得就季期低 稍微好一点 所以今年会稍微好一点 那当然今年 我听你显得我很赞同 就是选举年 对 多少会好一点 那从产品的话 就是iPhone 6 多少会有点帮助了 那只是问题是说 今年以后就真的什么都看不到 所以我今年的话 可能最后机会 钱多赚一点 多投资一点 就像华硕 华硕是因为讲过说 今年 华硕很低了 很低 今年他手机一定要搞好 手机搞不好的话 就很 就来不及了 如果讲去年一年来讲 台积电表现很好 大力光表现很好 联华科表现很好 现在他们其实都有对手了 也就是说 第一个我们先看台积电 台积电碰到Intel的改变 对 Intel杀过来 他首当其冲 当然会卯到台积电 所以这个点 还有一个联华科 碰到大陆现在 把展讯下市以后 紫光去重新重组 大陆一定有这个企图心 去做一个全中国最大的 手机晶片场 有 这个对联华科的威胁有多大 都大 而且大陆除了你讲之外 大陆有做那个 做iPhone 做speaker的 对 做那个软板 做机壳 对啊 那个零组件都起来了 都起来了 现在PC已经看到了 手机是下一个 对 而且大陆的A股 B股上市 其实开始又在动了 对 他们一上市吧 资金一多的话 那就更危险了 所以我觉得 我们的下游已经快差不多了 上游你刚刚讲的 这也被接妹了 差不多了 上游我觉得我们还有好几 至少比他们可能还先进的一两年两三年还有 不过这个可能越来越短 对 所以这个对台湾也是个举性 之前讲到很多人才嘛 很多人才都被他们挖去了 所以就张周默先生也讲到这个事情 所以现在还有机会可以做一些措施 可能一些政策或者一些先进的东西 不过这个东西就是从硬体或上游 这个东西真的竞争会越来越难 是一定的 最后再投资 国内很多朋友都投资电子股 你给他们今年有什么样的 在马连给他们一些投资建议 好 我是觉得从基本面来看的话 就是过年之后 二月到五月会 淡季还是会发生 二三四五月 不管是出货量越营收 因为没什么新产品 iPhone也没有 然后而且大家都知道有大的iPhone出来 所以大家会开始等 都没有 所以我觉得可能会稍微有些修正 我觉得下半年今年还是 我是蛮看好的 就是除了新产品之外 像那个所谓的返校需求 返校需求已经好多年没有了 所以刚刚讲的即期低 如果没有的话也不怎么样 万一有的话那就有涨头 那当然选举 我觉得下半年会比较有希望一点 那真的是可能是 所谓的短波一两季 长期的话还是要一些 比较长的基本面政策 这个还是看不太到 好 我想演奏上保守中 多一点乐观的期待 好 这是今天我们特别专访 杨艺超先生 从CS展回来之后 带给大家第一首的投资讯题 今天谢谢艺超雄 谢谢社长 好 等下回来我们请江温盛 来告诉他下个礼拜的投资设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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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